哈囉我是蓋伊 今天要來跟我們拆曉師拍一支30天的握力特訓片 看看經過30天的特訓之後呢 我們的握力可以到什麼極限 那我想大家現在都非常好奇想問我說 那訓練握力到底有什麼好處 運用在運動上像是攀岩 接健 體操 建立 那你握力好的話 對這些運動都有非常好的幫助 有良好的握力也能減少你在重訓時受傷的機率 而在生活上 需要用到握力的地方更是不勝枚局 凡是有關抓握的動作都會運用的到 握力也是衡量身體健康的一個關鍵指標 運動員當天的身體狀況也能由握力看出一二 總之呢 鍛鍊握力是一個既方便又簡單的運動效果 而且脫脫極限很爽 沒錯 那我現在呢 就要來跟蔡曉師測看看我們目前的握力是多少 現在我們坐上有三支GD Iron Grid的握力器 那我這一支最重可以捏到70公斤的 然後還有這一支 從25公斤到80公斤的握力器 這一支 最黑皮的一支 從25公斤到90公斤 現在呢 先拿這一支來測看看 那我們就從25公斤開始 然後我現在這個鐵片上面 哎呦 有點大的 看得到嗎 白白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沒有的 然後現在我要把它壓在一起 Squeeze 好 黏住了 25公斤 我相信25公斤是沒有難度啊 那這邊是可以這樣 打開之後呢 自由調整自己要的公斤數 然後我們現在對到36公斤 一樣在上面擠一個白一點 好 另外一邊是沒有的 好 看一邊 OK 到底了 兩邊 有沒有 好 三 二 三 二 三 好 三 二 三 butter 三 二 一 二 三、二 三 functional 不好說 我們47公斤 表情要用力了 那我們47公斤 挑戰成功 58公斤 Hank 作戰 schaffen 你得了嗎 來了來了 用特許的力量 啊 哇 哇 會死喔 差不多接近全力了 快不行了 來喔 輕鬆嗎 輕鬆輕鬆 唉唷 輕鬆 58公斤挑戰成功 現在我們把重量調到了69公斤 69 應該就要69吧 有嗎 有嗎 有站到嗎 沒有喔 沒有耶 沒有耶 可是我怎麼覺得我剛剛已經有壓下去了 這裡面有一個縫耶 你直接來 沒碰到 好來 有喔 有有有 鏡頭看一下 動一下 這已經出現力了 現在往下就80公斤耶 會不會 所以說你是69大模 你會不會今天 就把80破台啊 那是不太可能 現在我們重量來到了這次的極限 80公斤 就用全力捏 你就擠大頭一點 我可能就擠了 不行不行 不行我這次要擠薄薄的 如果有碰到就代表它是有成功 這邊沒有 唉唷認真了認真了 哇 欸好像有耶 有嗎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嗎 看一下 沒有 這邊是有的喔 沒有 然後另外一邊 沒有 沒有 哇 三年 失敗了 對阿 這也是預料之內的事情 90公斤太困難了 對啊 那如果想試看看的話 你真的可以來試看看 90公斤的握力器 貼到底沒關係啦 直接自送你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 58壓到底我覺得就 就蠻強的 對 如果69呢 壓到底我覺得基本上都是 有稍微練過 或者是你天生力量就比較大 好的 那剛剛呢 我測出來的握力是 58公斤成功 那69失敗 那我們蔡鑰師呢 沒想到69竟然成功 六條大模 80公斤 我看是差一點點啦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就會進行 30天的握力特訓 那究竟 可以提升多少 連我自己都很期待 我們開練去 好 我們今天 練握力的最大力 我們用5下來練好 練個4組 好 我們就去做其他的 握力跟直力的輔助訓練 3 4 5 好 好 我們要練我們的直力 剛剛是比較偏擠壓的力量 這個是直力 就是練直球的力量 在1 就這樣捏著這個槓 用2個5公斤的槓 就這樣捏著 然後我們就折 捏到完全沒力之後再 這是一個 看起來很靜態的動作 非常累 整個 吃力啊 右腳大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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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個握力器他們有一個 世界握力器的辦賽 喔是喔 就是假如前一載位把80跟90握力器捏到5人 就可以拿到一個上面有顆粒的握力器 好帥喔 那目前現在80公斤有61個人成功 然後90有24人 所以總共已經85個人成功了 剩15個人成功了 所以我要快點把 快點把80給捏下去 就可以拿到一個握力器 喔是喔那你這樣如果你把80捏下去 你再去捏90這樣可以拿兩個嗎 不行他只能 因為他要拍椅子給他漏的 好鹹的 手指僵化 你沒有練過這個你不會擋 剛剛這樣練算是練耐力嗎 沒有欸這其實很重 算是最大的技能 可是我真的沒有 哈 阿妹阿妹 好猛喔 你看 要滑掉了 滑掉的瞬間 不行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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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到底可以撐多久啊 一般人 我比較磨就磨 我比較盡量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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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匙你 加油啊 你不是想要我80捏下去嗎 80 我去沒有 一切 他不是80捏下去 只有100個朋友吧 80加90 就有一個 對啊 對啊 我一直覺得我應該就是百分之二的吧 時間的難度 等一下 對啊 欸 你在幹嘛? 訓練我的握力 人在日本還是不能偷懶 一定要在30天內提升我的握力 你覺得孟宣在台灣有乖乖練嗎? 我相信他應該是會訓練的 他是一個狂熱者 對於某件他執著的事情 希望鑰匙在台灣也有好好的訓練他的握力 首先主要的握力訓練是先做硬捲 因為他訓練握力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以雙正握的方式去進行 對握力的需求會比較高一點 170做了3組 現在就是握力也比較弱了 所以就會來進行這個 練習用這個握力鞋來練習 那他只有兩款 另外一款是塑膠的 最大到70公斤 這款是到80公斤 但是我覺得這個手感比較扎實一點 然後也可以很方便的像直接這樣講 所以你會看到素質這樣 對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款 對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款 他是因為是覺得腰很吃力 欸他才拉起來 臉就已經很不正力 來了我才會是 欸不錯不錯 快是20秒了 快是已經覺得沒有錯變超慢了 他應該輕鬆去 爆金爆金啊 25 35秒 太久了 有了喔 35秒了 來故意 還故意喔 來 要爆血了 要爆血了 3 痛 還痛了 對了 痛了 阿幹 好像滑掉的時候 你會 你會怎麼樣 要脫破血啊 就是 你感覺這一層是肉要掉了 開教授 開教授 你看 我快掉了 你真的打不起來了 好 好 哈哈 還不錯 4秒 都破裂真的 太強了 可以啦 發下達成 體力板訓練 喔 就是 左手可以稍微扶著 右手可以稍微扶著 這邊用力 然後上面是稍微扶著 後來這個板子 這有一個防空 對阿 這個板子就是 外接之後可以專門練子力 這樣攀岩練這個也不錯 再這樣 1 2 3 3 喔 有沒有 才25就覺得 有感覺 三隻 有沒有 兩隻 有沒有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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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斷掉x2 會斷掉 我們練握力到現在已經快20天了 我們的特製握力器 感覺快要到手了對不對 我拿顆燦料的頭 哇 太爽了啦 我覺得 有變強 但是呢 我認真覺得 我們在測PR的 前一兩天一定要休息 可以啦 可以啦 輕鬆啦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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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了啦 左手比較強 他左手還蠻強的 他快40了耶 你好像一個裝置藝術 你這個手在幹什麼 37秒 好滑喔 40了耶 42 對啊 你左手比右手強 左手竟然比右手強 他在左手還蠻強 他在左手還蠻強 今天來到了 握力訓練的第21天 那其實 基本上呢 我們都覺得 沒有太明顯的進步 但是 我們沒有灰心 我們繼續 武力認真的 把他練下去 下個禮拜 我們就要來撤握力PR 這樣子你以後 有小孩 你就可以拿去 給你小孩炫耀 你看爸爸以前 全世界中 一百人有這個 特製清零握力器 他就很鋼 哇 武功勁輕鬆耶 哎唷 媽 好強喔 給 你搞什麼 哇哇哇哇哇 這個畫面啊 看起來好驚險喔 好所有人訓練 來 沒有啦 鑰匙不要怕 嘿 這樣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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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捏幾下 我剛捏了 我剛捏了這樣 settlement 3 9 10 神經病 好強喔 看來八十你捏不下去之前靠我們了 好的今天呢 要跟我們蔡老師迎接著歷史性的一刻 究竟我們練了三十天的握力 你到底變得多逆天 好那我們一樣 從25公斤開始 每個刻度都挑戰看看 看你自己到底能不能破PR 輕鬆 好 輕鬆 現在來到47公斤 應該要到58了 58是你上次的紀錄對不對 上次是我的PR 練了30天了 應該是有所成長 來 小龍 來一點 這邊 沒有 沒有 好 來囉 哇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就怕 我怕你練得太勤 然後手沒力了 這邊有另外一個 插到嗎 齁 有啦 在究竟 好 現在來到 69公斤 然後一邊是有白膠的 OK 一邊沒有白膠 好 好 來囉 好 哇 你把 有喔 有喔 好像有 哇 哇 哈哈 啊 你看一下 這邊有看到嗎 有有 這邊有沾到了 終於 手工破壞了 變了30天 耶 這有變強的 逆天握力 好緊張喔 我們69移不下去了 來 大魔王 好 喔 有耶 哇 輕輕鬆鬆啊 看一下看一下 這邊有 這邊 也有 還滿輕鬆的 你看看看看 我們今天80有碗嗎 我看到80捏下去 感覺像 在那捏跟鐵塊一樣 有機會 在那捏看看 你就知道了 現在來到80公斤 80公斤 80公斤 最後都接了 好 又是你覺得 哇 哇 不是我真的跟 鋼鐵一樣硬啊 哇這誰捏下去啊 這麼遠捏下去呢 這個越練越絕望 哇兩次我都 我都捏不下去耶 來吧 Bless you 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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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一下孟軒想你往 憤怒的事情在一驚嘆 壓力三大 喔 憤怒的臥力戰士 該打 滅下去了 啊 啊 蔡孟軒 欸 啊 欸 欸 憤怒之力啊 等一下等一下 你這太戲劇性了吧 等一下 有沾到一點 這裡 有沾到一點 這只是剛好沾到那個 白膠的頂點 對 然後有個 毛細現象把它吸上來 呵呵呵 但我覺得呢 你應該還是插一張健保卡的厚度了 對啊 對啊 有朝一日 不靠白膠也可以捏到底好不好 好好好 我們繼續捏下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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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經過這三十天有什麼感覺 這三十天呢 每次的握力訓練 我們都保存了全力 想不到 我們握力三十天就這樣 練完 然後現在 好感傷喔 欸為什麼 因為沒有拿到 那個特製的科名握力器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練握力好像 沒有進步的 比想像中那麼快 其實跟重訓一樣 因為像我們已經有 經過很多重訓的經驗 所以 其實力量也會比一般人 高速很多 所以 你的肌肉力量 跟你的神經連勤 都會比一般人再強一些 對 啊這種情況下 要再進步的話 他可能就比較困難 就是你時間會拉得很長 比如說你可能 深蹲100到120 就會比較久 相對於50到60的時候 進步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 一般人如果他從25 想要練到36 或是47 就會蠻快的 你看他25到36也差11公斤 但是他69到80也是差11公斤 但是69到80這個階段 跟25到36 等級就差非常非常的多 進步速度很慢 比較難突破就對了 非常非常難突破 58到69基本上 我覺得很困難 其實我覺得25練起來 會覺得很輕鬆 然後36就覺得有點難 不知道 努力練下去 什麼時候可以按到84 我覺得你應該是 還蠻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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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也沒辦法一直練 差不多 內一天修兩三天這樣 差不多 對 那這次使用的商品 是Buffins網站販售 獲得美國專利認證 世界第一款可調重量的 GD Grip系列握力器 有興趣的朋友 使用該於我的專屬折扣碼 GUI-120購買GD系列商品 可以打82折 除了握力器 網站上還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可以逛逛喔 世界一百名的柯民握力器 我一定要拿到 OK 我看好你 記得柯上概念的名字喔 有興趣的朋友呢 也歡迎你們挑戰看看 說不定你們都比蔡老師還要強 那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對 哈哈哈哈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今天很開心 下次見 掰掰 幫我把我手指翻回原位 太爽了 他現在是 不是不是 幫我 幫我捲 對對對 好爽 他現在合不起來